沒有被拉伸,我們只是維持現狀 如果我們會拉伸的話,我們只要維持在現在的狀態 我們就是停留在一個舒適的地帶裡面 停留在一個很舒服的地帶 我們就是五十年不變 我們可能就是五十年不變 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被拉伸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被拉伸擴置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橡皮圈被拉的時候 當你一放,這個東西就會衝出去 就好像一個橡筋被拉之後 一放手就會彈出去了 我們相信我們的教會正處在這個狀態裡 我們相信我們的教會現在就處在這個狀態 我們需要被拉伸 我們需要走出去 我們需要走出去 走出教會的四面牆 因為在四面牆裡面非常舒服 我們在教會四面牆裡面很舒服 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只留在四面牆裡面 那要我們做祂的見證人 是從耶路撒冷 從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直到地基 滴到地基 做主的見證 所以我們要有非常蓬勃的教會生活 我們需要一個很蓬勃的教會生活 我們才能夠延伸更多蓬勃的教會 我們才能夠再繼續衍生很多蓬勃的教會 那麼是在這個基礎底下 今天早上我有一個Youtube來分享 我們希望向前進的一個展望 所以在這個基礎的下面 我們現在看教會向前走的時候 我們的展望是怎樣的 這是我們教會的展望 這個是我們教會的展望 我們當中的完美主義者 現在開始操作一切 我們的完美主義者 在這裡開始寫筆記了 我們當中的學術的腦子 馬上要把它寄下來 我們這個學術的頭腦好像馬上要看到 你們的故事一按了又不見了 是不是 我要告訴弟兄姊妹 請你放心 好 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放心 你們的心理狀況 我早就知道了 你們的心理狀況 其實一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都應好了在這兒 我們應該是苦衩在這兒 我們的故事 我們都是有上帝給他恩師 可以看得很遠的 千萬不要欺負牧師 我們很厲害的 看得到你心裡在想 所以全都應好了 你不需要做筆記 你就專心聽我們的講解 你留心聽我們所說的 因為我們翻譯時間會比較長 我們有翻譯時間長一點 講完之後呢 我們這裡的一些弟兄姊妹 就幫我們把這個派給大家 每一個人所說的都有一張 當我們講完之後 你們就去拍 大家每人手上都有一張 所以你一點都不會死我 我要讓弟兄姊妹看到 我們這裡說的是 河桃市第一華人清新會的策略展望 好像一個地圖的路 適合給我們一條路 給我們一個路向 如果是策劃呢 裡面就包括了 極度的計劃 那個年度的計劃 長期計劃 短期計劃 什麼時候應該落實出來 如果有計劃的話呢 有年度計劃 歸度計劃 長期短期計劃 那怎麼做一步下來 然後有很清楚的目標 那個目標是很距離的 可以衡量的 是有時間性的 我甚至知道 一些目標可以衡量的 有時間性的限制 現在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不得夢 我們只是一個展望 我們只是一個展望 因為在這個展望裡面 我們要弟兄姊妹一起來參 因為這個展望 需要大家一起參與 不是故事團把整個細節分給大家 那裡去執行 不是說牧師團隊 將這些細節分給你們 要你們去做 我們來是邀請你 一起進到這個展望裡面 跟我們一起來策劃 然後我們邀請你 一起入到這個展望裡面 和我們一起來讀策劃 一起來設想 上帝給我們教會的挑戰 一起來讀賞神給我們的挑戰 然後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就要聖靈在我們當中工作 給你這個感動 到我們分享的時候 希望聖靈在你心裡工作 給你感動 所以我們就 這是整幅的大藍圖 這個是一個整幅的大的藍圖 從一個培訓中心 從一個培訓中心開始 產生願意事工拓展的弟兄姊妹 由你有一番願意來 擴展事工的弟兄姊妹出來 進入教會生活 開始進入教會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教會不澎湃 不能夠延伸更多澎湃的教會 如果我們的教會不澎湃 我們不能夠再產生更多復湃的教會 然後進入社區服務 然後我們進入社區服務 進入本地宣教 我們開始有本地的宣教 進入海外宣教 然後有海外的宣教 所以教會有三個特徵規 是什麼呢 英文比較好知 Biblical 就是根據聖經的 Intergenerational 是能夠代代相傳的 然後Missional 是由宣教外置 所以你看到這裡是Biblical 這是一個合乎聖經的基礎 呵護聖經的教導 然後呢 Intergenerational 然後呢 進入一個能夠代代相傳的教會生活裡面 大家現在傳到家庭生活裡面 在家庭生活裡面 然後呢 這裡是Missional 然後呢 下面呢 你看到就是一個宣教外展的 這個全都是根據我們的這個 這個 使命宣言裡面所發展出來的 這個呢 是從我們的使命宣言 來發展出來的 然後你不要擔心 我到底看不到 你說阿公主看得不清楚 一個字你都看不到 有些字可能看不到太細 我們早就知道了 我們從一做到一次的了 所以我們會把它拆開來 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的講解 我們慢慢會拆開來 一小部分 一部分跟你們講 我們一起獨自宣言 我們讀一次的使命宣言 我們出來囉 榮耀神 我們神會贏一個蓬佩的教會 借你借首聖節 借你神教 生懷和師債 去延伸更多我們的地基派環 我們的教會 在這個教會的使命底下 我們開始展開我們的帳簧 在這個教會的使命的宣言下面 我們開始我們的展望 我們給蓬佩下一個定義 我們給蓬佩有一個定義 蓬佩就是要被拉伸 蓬佩就是要被拉伸 然後呢 產生行動 然後呢 產生行動 然後呢 產生行動 英文說是stretching and going 就是拉伸 然後產生行動 我們被stretch之後 我們就要走出使命牆 我們現在變成拉伸之後 就要走出教會的使命牆 這是我們對蓬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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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不是邀請英雄姊妹 一起來蘇西小西米 跟阿拉斯加富士 我們提醒大家 來很舒服的 遊樂至阿拉斯加的遊樂 這個都沒有錯 但是你也沒有錯 我也很愛吃蘇西 也愛吃小西米 我也喜歡去阿拉斯加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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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的人生 不是被這幾樣事情所點放的 但是我們的人生 不是被幾樣東西綁住我們 我們要能夠被stretch 被出去來祝福 我們是要被人拉斯 我們可以出去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是邀請你來一起受苦 所以我們邀請你們一起受了祝福 我們是邀請弟兄姊妹 跟我們一起來面對這個挑戰 我們邀請你們一起面對這個挑戰 因為這個時代 This is the time 就是這個時代 就是這個時刻 男女都搞不清楚什麼樣子 在這個時代男和女都分不清楚 我們的孩子要去廁所都很活動的 有時候去小屋街都很麻煩的 不然要去男的還是要去女的 我不知道應該是男的還是女的 他要去第三個人的廁所 是第三個人的廁所 男的又不像男的女的又不像男的 男的又不像男的 男的又不像男的又不像男的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時刻是怎樣的 在這個時代 如果我們再不選擇站起來的話 我們就失去了這個時代 如果在這個時代 我們不選擇 不選擇站起來 我們會失去了這個時代 所以我們要接受被拉伸 也接受這個行動的過程 所以我們需要接受被拉伸 有行動的過程 我們從培訓中心開始 我們從這個培訓中心開始 因為當牧師團聚在一起的時候 發現教會最關鍵的事情就是人 我發現 牧師團最關鍵的事情就是人 最關鍵的事情就是領袖 最關鍵的事情就是領袖 因為沒有領袖 各樣的事工沒有辦法展開 如果沒有領袖的話 很多工作都能夠開始 全都會回到牧師的身上 如果不是全都會回到牧師的身上 然後我們十個牧師那裡夠用 那十個牧師哪裏夠呢 我們再請多十個 再請多十個 二十個 二十個 但是事工又一直展開 但是事工又越來越多 如果之後再請多十個 再請多十個 一個小小的教會就請了三十個牧師 一個好小的教會就請了三十個牧師 一個好小的教會就請了三十個牧師 然後活下去了 怎麼能夠再生存下去呢 聖經的計劃本來就不行 但是聖經的計劃不是這樣的 以非所述第四章十一節十二節 以非所述第四章十一十二節 神所述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故事和教師 所述的有使徒有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為了做什麼 為了什麼 探討弟兄姐妹 探望弟兄姐妹 探望弟兄姐妹 努力講道 努力地講道 做好行政工作 做好行政工作 幫輔導 祈禱 組織婚禮詐禮 組織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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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持生大主持聖餐 打電話給弟兄姐妹 打電話給弟姊妹 牧師是這樣的 牧師是不是這樣的 所以說聖首真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寬佩 有牧師有真知 為了要訓練 訓練聖福 裝備聖福去建交 所以說聖說神所最強的尋讀 師師師主要讓牧師和教師 就是要裝備信徒 訓練信徒 第一個是牧師的首要任務 這個是牧師首要的任務 就是花最多的時間 在訓練弟兄姐妹 就是你要花最多的时间 去训练每一位弟兄姊妹 然后呢 这个成全圣徒就是训练圣徒去 圣徒去建立神的家 就是圣传圣徒 就是要训练弟兄姊妹 让他们去建立神的家 去各进其职 他们每一个去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难图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会一部的难图 那请回来看耶稣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 这个不是我的难图 是耶稣基督教会的难图 这个不是我的难图 是耶稣基督教会的难图 我们培训中心 一定要把弟兄姊妹训练好 我们这个培训中心 希望能学习 帮我弟兄姊妹受到好的分裂 然后这个培训中心呢 有一个灵性成长的程序 这里就是一个灵性成长的程序 从孤岛的朋友 使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帮助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这些门徒们训练他们成为领袖 门徒最后分裂成为领袖 领袖有两种 一种是有位置的 一种是有位置的 教会的知识 教会的资源 教会的执事 职员 但是另外一种也有位置的 有些是没有位置的 那就是带动一些耶稣神来完成神的事 他就能够带着顶子妹去完成一些行动 多数的教会就停在这里 很多教会就停在那里 所以领袖退休了就去阿拉斯加古斯 领袖退休了 同意就去了阿拉斯加游轮 大达高尔夫球 或者打下孤与夫球 都没错 都没错 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我还能做什么 然后就问下一个再做什么呢 我们要告诉弟兄 什么下一步呢 我们要他们成为导师 下一个我们就说你成为导师了 成为mentor 成为一个可以去帮助人 成为培育领袖的人 成为一些去培育领袖的人 让我们过去多年的经历可以祝福弟兄姐 你过去好多年的经历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程序 能够不断地在我们教会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 我们希望这个循环能在我们教会不同的层面 不断地出现 这个培训中心是怎么一回事呢 培育分中心是什么事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真的 真的 因为花了半年的时间 我跟巫师他在一起 想尽脑汁 头发都掉了 以后还是没有找到一副最完美的一个培训中心 各位半年 陈牧师和牧师庭 都在一起头发都拉起了 都没拉起了 要怎么样 特别是跟英文部的John Cito牧师在一起思考 怎样的一个培训中心 我们已经问过 跟司徒牧师一起谈到 怎样能够在靠建立一个培训中心 这个培训中心怎样能够 又有目道的课程 又有门徒的课程 又有领事课程 又有导师的课程 这个中心怎样能够 能够报道的课程 这个门徒的课程 领祖可能导师的课程 要有圣经课程 有圣学课程 也要有技能的课程 要有圣经的方法 有神学的方法 那我们是开神学院吗 我们是开神学院吗 我们在洛杉矶已经有很多神学院了 洛杉矶有很多神学院了 那怎样做才能够适合弟兄姐妹 怎样做才能够适合弟兄姐妹的需要 要报道三个语言 还要有三种语言 然后礼拜天我们只有这么多课室 而礼拜天我们只有这么多课室 我们怎样做才能够训练弟兄姐妹 怎样才能够好的训练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周间晚上来 我们可以平时夜晚来 但是你们下班都8点钟了 但是你放了高分好可以8点了 我们可以周末 可不可以礼拜六呢 周末有中文学校 周六有中文奥 有八雷舞班 有八雷舞 幻画班 有幻画 这个球类班 打球的 游泳比赛 游泳比赛 还有九九 还要去狗狗 168 怎么来嘛 把我们想来想去觉得很重要的培训中心 这是怎样做才能够使弟兄姊妹能够接受培训 我们想起来培训都很重要 但是怎么样能够做才行呢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课室有限 人力有限 资源有限 怎么样做 一点一点怎么做 你们给我们智慧 然后从这个培训中心产生能够由国校服事事工拖展的弟兄姊妹去进入教会生活社区服务 本地宣教 阿卫宣教 因为我们都希望能产生一些能够带动一些时工挂展的进入教会生活社区服务地宣教 在外宣教 然后我们从教会生活开始 我们现在从教会生活威治 因为只有蓬勃的教会才能够延伸更多蓬勃的教会 因为只有蓬勃的教会才能够给它衍生更多蓬勃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教会自己都不委身 自己都不被拉伸对齐神的话 我们不可能建立更多像这样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教会都不委身 不能够被拉伸 不能够对齐神的说法的话 我们无法只产生其他这样的教会 因为我们只能够延伸像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因为我只能够延伸跟我们一样样的其他的教会 所以你的孩子像你 所以你的兽子就像你 我的孩子就像我 我的兽子就像我 因为他们就是从我们的身上学习我们所教导的 从我们身上学到所以要教导的 所受教导的 这个白色是继续在进行 但是黄色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努力推荐 你看到我们有一些关注的重点 白色是现在一直在进行的 黄色是希望会新变开始的 这个长者施工很重要 长者的施工很重要 因为就是你跟我的前途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前途了 不然我们就进入这个施工了 我们很快就进入这个施工了 这个施工没有做好 我们以后很惨耶 这个施工没有很惨 如果没有施工会很惨 谁来照顾我们啊 谁来组织我们的战礼啊 谁来组织我们的丧礼啊 我们走路走不动的时候 谁扶我们过马路 走都走不了谁扶我们过马路呢 这个长者施工 长者的施工 需要人力资源 需要很多的资源在里面 所以有很多人力资源 很多的资源在里面 在2025年 美国每五个人有一个人就是65岁以上 在2025年美国 美国里面五个人里面有一个在65岁以上 现在呢已经是4000万的人口 65岁以上 现在有4000万的人口在65岁以上 到2025年是60万的美国人是65岁以上 2025年呢 60万的美国人是将有65岁以上 命越来越差 命就越来越差 健康也越来越差 健康也越来越差 也越来越啰嗦 对不对啊 这个长者施工 未来在教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是教会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弟兄姊妹 我们正在建造我们的未来 您知道吗 但是现在我们参加小哥 正在建造自己的未来 你有感动 你来参与 你有感动 敬拜和祷告是教会的生命令 敬拜和祷告是教会的生命令 我们继续在努力的建造 我们正在很努力的建造的 教会70%的人都在小组里面 我们教会70%的人都在不同的小组里面 广东话 国语 英语 70%的会众都在一个小组里面 广东话 国语 英语 70%的会众都在小组里面 你有来 要你没来都好 70%的人在小组 无论如何 你有没有来过都好 70%的人在小组里面 以前我们的教会是70%的人在主入选 现在70%的人在小组里面 以前我们的教会是70%的人在主入选 现在教会是10%的人在小组 你说这个小组事工对关怀 对支持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说小组事工对我们关怀 互相支持是很重要的 怎样去建造这个工作 怎样建造这个小组呢 教会的辅导事工 教会辅导的事工 家庭问题 个人问题 越来越多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国内问题 越来越多 我们英文部的师父牧师跟报传道 他们在这个圣经辅导方面 正在寻求拿到他的执照 希望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把辅导事工 深厚到家庭 深厚到小组进去 现在师律牧师用报传队 在拿着他们这个圣经辅导的执照 希望能够将教授到达到家庭 达到个人的生活 家庭事工是李主任 Katie 很重要很关心的一个事故 家庭事工就是李主任 Katie 很关心的一个事故 因为单单靠牧师 你们都把孩子外包给牧师来照 我们不是一个礼拜一次见你的孩子一次 但是我们牧师每个礼拜 见你的时候就一次 另外七天都在你们的家里 其他七天都在你家 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做好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代非常有限 但是在这个时代很有限 因为你的孩子进到学校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学会了 因为你的小学生和学校 什么都学了 这个学校教他们同性恋很正常 学校告诉他们 同性恋是正常的 这个学校告诉他们 你要选择不同的厕所 让那些想去哪一间的人都可以去 学校告诉他们 你选择厕所你想去哪间就去哪间 这个时代把男的跟女的 把神对人的创造全都给颠覆了 把神对人的创造全都给颠覆了 把神对人的创造完全颠覆了 他接受这种的洗脑洗脑五天 五天 礼拜五的晚上来团契 来问我们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更生已故在他的思想里面 他在我后面洗脑了五天到五晚 回来问我们的时候 但是那些错误的思想也更生替故在你 所以今天的父母 如果不跟牧者一起配合 来牧养你的孩子 来门徒训练你的孩子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这一代 所以今天父母和牧师一齐 来做牧道训练 去培育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失去这个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 像这个时代这么紧张 请你不要只是外包联名师 所以本来我们要判了一篇牧师去做 我们要一起来帮助他 我们要一起来帮助他 但是呢 这个工作很重要 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事工 我们的工作很重要 就是五十岁以上的工作 那上帝基督有很大的负担 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一群人 你看看我们的国瑜和广东话崇拜的弟兄姐妹 你看看我们的国瑜和广东话崇拜的弟兄姐妹 百分之七十的人就在这个 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在这里 对吗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都开始英语崇拜 因为年轻人就是英语崇拜 不适合英语崇拜 不适合英语崇拜 他们去英语崇拜 他们去英语崇拜 所以我们国瑜和国瑜 大家都是差不多五十岁以上的 七十岁以上 差不多五十岁以上 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光没有注重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推动了 所以如果我们看中的话 不能推动教会 我们不知怎样来过人生下风场 人生下风场 人生下风场 对吗 一个中年人呢 你的五个问题 中年人面对五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五个问题 你就可以帮忙 如果你解决这五个问题 你解决这五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一 如何面对我们过去的 regret 后悔 过去的后悔 每一个人都有过奥悔 每一个人过去都有后悔 但是这个奥悔一直跟着我们 但这个后悔奥悔一直跟着我们 五十岁以后呢 这个奥悔就开始追上来 五十岁之后呢 那个后悔就追上来 过去你做过的事情 以前你做过的事情 过去的奥悔 以前的后悔奥悔 过去你忘记的事情 甚至你过去记得了 现在你有很多时间去想 现在有很多时间去想 因为你晚上睡不着嘛 你晚上也会醒过来几次嘛 半夜醒几次 我那些年轻的DOS 都听不懂 只有我们这些头发 比较少多人听得过 你一说早些人就明白了 半夜醒过来的时候 又睡不着了 半夜醒了一份 过去的事情就一直回来了 以前的事情开始来了 怎么面对奥悔 怎样面对后悔呢 因为这个奥悔呢 使很多中年人 变成一个古怪怪癖的人 所以这些后悔令到中年人 慢慢成为怪癖的 他不懂了怎么处理过去的奥悔 因为他不懂这样处理 第二 第二呢 还没有完成的愿望 还没有完成的愿望 还没有完成的责任 过去我们曾经答应过孩子 过去我们曾经答应过父母 过去我们应许给上帝说 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全都是没有兑现的这个支票 以前我们三名小孩的答应父母 其实是对神的 什么都没有兑现 但是我们时间也越来越少 但是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们开始紧张了 我们很紧张 怎么办 怎样搞呢 如何把它做出来 我说话要算数 我说过也应该要算真的 很多人不懂得处理 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很多人不懂得处理 他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自己的情绪非常波动 所以情绪就很多了 他不能面对人生下半场 他不能面对人生下半场 第三样事情 第三样事情 如何能够有始有终 finish well 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 有一个很美好的决筹 中心到底的 更是耶稣 能够能够中心到底 跟着耶稣呢 我们很多人还不懂得 这是这么一回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事情 我们要懂得英文说 grow all gracefully 如何能够 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更多的智力 因为当我们好多 特别是男人到中年 中年以后 到那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真的变成何难相处 特别是男人 在中年以后 是很难相处的 我们的太太就做不了 我们的太太都受不了 所以常常早见 我说教会要忙 我没有时间给你 所以整个人都说 教会好不好 可以帮他教会 你们那个时候 很多男人像侍卫一样 那些男人都在那里示威 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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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讲话也刺人 我们的讲话也刺人 生活习惯也刺人 生活习惯也刺人 不但配偶离得我们原来 孩子都不敢接近我 不单只我们的辈子 我们的辈子 都不敢接近我 心中有很多的苦门 心里面有很多的苦门 怎样懂得 懂得 grow old grace 怎样能够与你 年长的时候 有很多的慈恋呢 不然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 grumpy old man 这个是很古怪的 如果再不处理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 grumpy year old man 再不处理呢 我们就变成grumpy year old man 其实也不是old man而已啦 其实也不是old man而已啦 其实不单是老人 也old women啦 原老的女人都来说 这个50岁的时光 一个50岁以上的时光 教会如果加上英文崇拜的话呢 最少一半以上的人都在50岁以上 我们教会今天什么情况 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50岁以上 但是不懂得怎么生活 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从事人的话语来教育我们的前世 我希望这方面有什么说法 来教育这一批电影节目 我要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正在要进入建堂 电影节目 是停的电影节目 我们可以进入建堂了 明年开始 我们应该可以开狗 应该明年呢 可以开始了 动作 因为你们听到这个雷声 听了很久 你听到这个雷声 听了很久 现在要开始下雨了 现在要开始下雨了 要开始下雨了 赶快带好你的方舟 快点打过你的方舟 不然就被淹死 不然就来不及进帮手了 不然就来不及进帮手了 不然就改不及进入了方舟 我们要建多一个室内体育馆 我们要多建一个室内体育馆 有两个地方都可以崇拜 两个地方都可以崇拜 所以两间如果两堂崇拜 两堂崇拜 每一堂可以送一点祝福 五百个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两千个人的空间 来发展上帝的方舟 所以如果两个堂 每个堂都可以 每一次崇拜五百人的话呢 每一堂都两个崇拜 在街上 我们可以交给很快 到两千人的空间 建堂施工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三百四十万左右 现在我们建堂基金 有三百四十万 但是要把那个礼拜堂 改好加上内部的装置 可能要五百多万 但是我们要见到这个 大个礼堂住一段 中山的家民 起码超过五百 所以你们要去Alaska Cruise 赶快去 你们去Alaska 又不是要赶快去 今年底就要去 到明年之后呢 明年之后呢 我们的穆斯们就下禁令 不知 就被我拿一个证明 不准Alaska Cruise 不准坐在Alaska里面 不准吃sashimi 不准吃sashimi 没办法没有 下你的了 不要怕 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需要再筹 多一百万到两百万 才能够完成这个建堂 所以我们要多筹 每一百到二百万 来完成这个建堂 这是我们的教会事工 这个关于我们教会的生活事工 但是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要用 这个社区的关怀和服务 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用这个社区的关怀 好不好 识病症的事工 蔡布施已经开展了一年了 这个前备生的事工 从不施已经可以了一年了 我们会继续的前进 我们会继续的前进 但是这个社区的服务怎么做 这个社区的服务怎么做呢 谁有这个感动 谁有这个感动呢 我们周围的这些移民 都在我们的周围 新移民 很多新的移民就在我们周围 我们怎么样走出教会的四面墙 我们怎么走出教会的四面墙 我们在沃纳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了二十二年 我们在淘室存在了二十二年 沃纳这个地区和周围的邻居 包容我们二十二年 在淘室和周围的人都包容了我们二十二年 忍受我们的噪音 忍受我们随便停车 忍受到他们随便停车 忍受到二十二年 忍状为二十二年 他们还是接受我们 他们都接受我们 我们给了他们什么 我们给了他们什么 除了交通堵塞 噪音之外 除了是塞住了家庭和草荫之外 我们还给了他们什么 我们还给了他们什么 我们可以怎么样地处在一个地里 但是可以祝福我们周围的邻居 我们可以怎么处身在现在的地里 祝福我们周围的邻居呢 我们可以这么祝福他们 我们可以怎么样祝福他们 你有这个感动吗 你有没有这个感动 这个校后服务 这个课后的服务 Uter School Program 课后的服务 我没有说要马上开始 我们没有说立刻要开始 但是我们有一个教堂 但是我们有个礼拜堂 还有两个室内体育会 接着有两个室内体育会 我们有几十间的课室 我们有十几十间的课室 我们的整个设施 都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个东西 整个的祺司是容许我们做这些 课后服务的工作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发展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发展 我们能不能发展起来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篮球事工 打篮球的事工 我们很多孩子们都在打篮球 我们很多小姐 都在打篮球 都是我们的弟兄姐 很多人都是领子妹 但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篮球事工 变成是外战 外战 这些最难够是一个向外发展外战的时工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新移民 我们周围有很多新移民 他们喜欢美国的自由人权安定 我们喜欢美国的自由人权安定 但是他们很怕美国的文化 但是他们很怕美国的文化 如果我们的篮球事工在暑假也好 在周间也好 能够让别的孩子们来 也接受品格培训 也接受领袖训练 团队训练 那他们一定把孩子送来 所以我们的篮球事工 如果在暑假或者周间的时候 能够除了篮球之外 快点到你品格 领导才能议训练的话 周围的一天周围你送来 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来的篮球表演赛 在最后一天 我们来的篮球表演赛 所以一半的是基督徒 另外一半的是 在邻居在我们的社区 送来的孩子 他们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有一半是我们的团队 但是一半是我们的团队 周围你送来的 然后我们来的篮球表演赛 有个篮球表演比赛 那个父母亲一定来了 你爸爸妈妈妈一定来了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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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奶奶公公母母都来了 祖父祖母都来了 爷爷奶奶姑姑姑娘 那些姑妈 那些姑妈 全都来了 全都来了 而且不用请他吃饭他都来了 不用请他吃饭他都来了 也不用车接送他都来了 又不用车接送他都来了 而且永远不会迟到 因为他要霸占一个最好的位置 因为他要霸卫 让他手中的这个数码 数码录像机呢 可以把这个飞样赛录下来 要把这个录影机 录下整个比赛 然后表演到中场的时候 表演到中间的时候 这个总教练就说 啊 鼎鼎鼎 总教练就说 下半场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教会的蔡牧师有话要说 我们教会的蔡牧师有话要说 然后蔡牧师就登场 用15分钟 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 所以蔡牧师就出去了 几十五分钟 就把耶稣的福音拿给他们 告诉他们打篮球 只能够培育体能 打篮球就是培育身体 篮球完了之后呢 谁陪你的孩子走下去 你们需要一个好牧人 你需要一个好的牧人 哇 我们那个时候 传福音 还没有信主的人 听到福音的人数呢 远远超过 我们请基督徒歌星来唱歌的人数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坐在那听福音的人数 比他们请基督徒歌星来演唱 更多人 因为我们请基督徒歌星来表演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都是基督徒 基督徒歌星来演唱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都是基督徒歌星来演唱 百分之一 如果我们在福音的人下来 那个小的路 乘搭一条路过去 从我们的泥巴到他们的泥巴 从我们的泥巴到他们的泥巴 跟隔壁把那个小段路买过来 我们可以跟我邻居讲 最后面那条路仔买过来 跟那个学校谈 请你开一个门给我们 你跟学校讲 你开一个门给我们 我们捐你五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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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助你们的孩子讲 我们提示你们的学校 把我们租你的学校 来做我们的周间 或者是周末的活动 我们捐你学校 作为我们的街和周末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教会 就不会被困死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出路 我们教会就不会说 地方不够用了 我们有出路了 对不对 就在我们的眼前 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能不能祝福这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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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个学校有各种种族的孩子 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 帮他们的孩子 鼓习功课 帮我们的小学校 给他们这个背包 背包有那些书包 那种书本 很多的书可以给 帮助那些平补的学生 帮助一些生活比较平衡的学生 给他们讲学经 给一些小学生 祝福这个学校 祝福这个学校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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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宣教 在本地有宣教 我们教会已经有一个植堂在Arcadia 我们教会已经在Arcadia有一个植堂 已经四年了 四年了 人数有大概140人 连小孩140人 联盟生后者 现在大概有140人聚会 有这个人数已经超过全美国80%的教会 事实上这个人数 是超过了美国80%的教会的人数 因为全美国80%的教会的人数 是少过70人 因为全美国80%的教会 人数是少过 我们的分堂已经是20%的成长 我们教会有20%的成长 所以正在考量 预备拜向独立 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就拜向独立 当这个植堂独立之后 那我们新的植堂会在哪里 因为我们这个旧的植堂 独立之后 我们在哪里做一个新的植堂呢 你不能等两年之后才提这个事情 你不能够等两年之后才讲的 因为我们要祷告 要设想 要了解 究竟在什么地方 要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慢慢建立这个负担 我们要建立这个负担 预备人 预备人 一直看到Las Vegas 一直看到Las Vegas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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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周围嘉宁说 会员和淑巴 如何能够得到我们周围的论区 这个教会的更新 有没有可能去处复 加利西哥的一个进行 教会跟山南科 在Cadesco下面的教会 两个月前这个教会 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能够用你们教会的YouTube的讲道 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牧师 因为我教会两个月前 打电话给大家联络一下 我们可以用你们 教会崇拜的录影 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牧师 那我们就可以有人讲道 用YouTube来讲道 可以用我们的YouTube的录影 熟化录影 我跟他在谈的时候 原来他们的牧师 刚才辞职 我一来的时候 他们的教会 不懂得刚刚辞职 这个教会以前是 FCBC LA 跟FCBC Fountain Valley 轮流去帮忙 这个教会 其实以前就是 罗山里教会 和方权局的教会 都轮流来帮忙 以后他们独立了 他们独立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资源很有限 但是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离开我们这里 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离开我们来 到时大概两个半个小时 在墨西哥的边界 在墨西哥边界 这边是加利西哥 这边就是加利西哥 这边是墨西哥里 那边就是墨西哥里 这边的中国人更多 那边的中国人更多 这边居住 在这边住 然后过去那边上班 在那边开工厂 在那边开工厂 那边员工比较便宜 那边的员工的生活费比较好 在哪个地方帮助他 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帮助 如果我们有建立三队 或者到四队的弟兄弟 如果我们建立到三十队的地区 有套堂小组 有传福音的小组 有全部人的小组 有敬拜团 有敬拜团 有个讲员 有个党员 有个翻译员 有个可以翻译的 那我们一个月下去一次 如果有四个小组 如果有四个小组 有四个小组的话 我们就一年去三次就可以了 我们一年去三次 有三个小组 有三个小组 一年去四次 一年去四次 那每三个月去一次 就比较能够应付 对吗? 每三个月去一次 应该可以应付 其实不是单单祝福他 不单要祝福他 也是为了我们的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要接受培训 我们要接受训练 常为他们祷告 我们随随为你评讨 学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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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当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成长 原来我们去帮他们的时候 其实是自己成长 我们自己被拉伸 我们自己就被拉伸了 有没有可能 可不可以呢? 留学生的事工 有一个国际留学生的事工 我们的英文部的Pitter Liu 说 我有负担 英文部的Pitter Liu 觉得 很有负担做这个工作 每年25万的留学生在我们当中 每年有25万的留学生来到我们中间 单单中国来 25万 25万 多数留在California 多数留在加州的地方 很喜欢洛杉矶的地方 我很喜欢洛杉矶 你看我们在UCSD 走一走 一大堆中国留学生在我们的周围 整理在这个校园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中国留学生 在我们教会的周围 在我们教会周围 有Montset College 有Montset 这个学校 有University of La Verne 有ADU 有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有Citras College 有Citras College 有Cal Poly 有Cal State Fullerton CPU California Baptist University 中央中央中央大学 UC Riverside 在半个小时车程到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周围 在半个小时车程到四十五分钟的周围 在半个小时车程中有这么多的大学 这些学校都满顾了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而这些学校充满了很多在中国来的留学生 我们当中很多人包括我在那里曾经做过留学生 我们很多人都包括我自己在中国留学生 现在的留学生 不是你请他来包饺子他就来的 是 现在要包饺子他就来的了 谁要吃你的饺子啊 谁要吃你的饺子啊 他要吃你的饺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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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吃好的东西啊 他要吃好的东西啊 他要吃好的 他要吃好的 现在他就是有房子有车子的 他们现在也有车子的 因为父母爱他们 因为父母很疼他们 为他们设定的好好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还是孤单 他们很孤单 他们需要爱 耶稣的爱可以活到他们 所以耶稣的爱可以活到他们的心 我们国以广东话的弟兄姊妹 替他对留学生走过的路 是不是能够祝福他 我们很多国语 我广东话的女姊姊妹走路 我生日你走的路 我祝福他们 到海外宣教 向海外宣教 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 特别是广东堂对巴拿马的祝福的 对巴拿马有负责吗 我们有没有可能巴拿马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司工 会不会巴拿马成为我们的一个工作 跟当地的教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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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是巴拿马 跟我的蔡布施过去在南美洲做宣教师 在书里兰做了十年的宣教师 所以他对南美洲的这些不同的华人教会的需要 有很好的网络 所以对南美洲的华人教会 需要很多网络 对下面的秘鲁 资历 这些不同的地区 秘鲁 资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我们教会的资源转向中美洲 可以去祝福他们 东亚不用说了 中国 东亚不用说了 东亚不用说了 中国 在中国 很多地方 为什么在印尼呢 我们教会有100多位的弟兄 是来自印尼的 因为我们教会英文 不会有一百多个地区 是来自印尼的 他们还会说印尼文 甚至可以说印尼文 我们去做宣教最痛苦 就是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因为我们去做宣教最难的 就是不会讲当地语言 他们不需要翻译 他们不需要翻译 他们全都懂的 他们全部都懂的 我们在印尼可以有什么样的 除了班人们盖礼拜堂之外 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有什么样的地方 那我们的弟兄姊妹提起来救护他 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过去 祝福他们 怎么样是我们的短宣和长穴 来对一起 我们终于书院的工作是两个部长 书院的工作是两个配合起来 哇 好多可能性对吗 好多的可能性 弟兄姊妹说 牧师啊你要搞死我们 对 牧师是你那种做死我们的 我们哪里还有命啊 我们哪里还有命啊 所以如果还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做 那正是把你们搞死 那如果真是 你教会百分之二十的人的人做 你真是做死的 但是我们教会有百分之八十 还没有投入释放的地方 因为有问题 教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弟兄姊妹 因为你未投入释放的地方 如果把那百分之八十的人 也纳进来 那就有可能 那如果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带入来的话 就有可能 所以我们不是要 你再承接更多的事工 我们不是要你做更多的事工 我们要邀请那些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说 上帝有没有再感动你 我们是对了百分之八十的人 会说神有没有感动你 在这个非常的时代 一起来建造教会的工作 以后在一个很非常的时代里面 一起建造神的工作 我们也不是同时八个工作 十个工作 那我们也没面 我们不是同时八个工作 八个十个工作 我们都搞了 你发现了吗 我们在等候 你发现了我们在等候 我们把整个的东西摊开来给弟兄姊妹 我们把这些时光都打开来给弟兄姊妹 我们穆斯团的祷告还没有来 现在祷告 上帝啊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穆斯团的祷告 神来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们对哪一个工作有负担 我们开始哪一个工作 他们对哪一个工作有负担 他们没有感动我们就不做 他们如果没有感动我们就不做 因为我们做不了 因为我们做不到 我们单单维持弟兄姊妹的 每一个礼拜的灵性的培育 那些婚姻家庭的问题 那个教会的行政 各方面呢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就一直推到别的工作 我们现在围组底 只要回来最具零食的需要 分一辅导的家庭 其他教会的行政 已经没有时间再做更多的工作 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的策略的展望 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策略的展望 我们展望弟兄姊妹一起来建造 我们展望就是第一次 我们一起来建造 然后走向神的心意 然后我们走向神的心意 最后呢就变成这个图画 最后呢 刚才加起来这幅图画 这是我们政府的概念 这是我们整个的概念 你看下去的话会吓死 但是你记得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还没有投赢 你记得我说 快些把手的弟兄姊妹被投赢 我们邀请弟兄姊妹 跟我们一起建造 我们邀请你一起来建造 我们一起建造 亲爱的天父 我们把这个异象 把这个使命放在你的手中 求祢就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知道 他们应该在哪一个事工上一起的建造 让他们知道 他们应该在哪一个事工上一起去建造 主啊我们以祢对齐 一步一步的做祢的工作 所以我们和祢对齐 配合祢的一步一步的工作 奉靠耶稣的名道 奉耶稣的名道 奉耶稣的名道 你们就很紧张地说 那你不要弄掉啊 不见得怎么办啊 你不要弄掉啊 不见得怎么办啊 我们的一些 每一个人的手中 就会拿到这一部图画了 因为你要在下一堂的聚会里面呢 跟你们各堂的主任 来一起有对话 一起来讨论 下一堂我们的在座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拿着这些团子呢 和你们的领导来对话 每个人拿一份 那么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的时候 请你带回来 今天晚上呢 可以带回来 国语跟广东话的弟兄姊妹 会分开来 然后一起思考 这个东西 对我们这一堂 教会 对我们这一堂 崇拜的意义 在哪里 所以广东话 国语今晚就是不分开的 但是呢 我从北方就想 各面这些的 抄争的节目 对我们这个语言的堂会 有什么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 那你们在拿到这些词的时候 用这些词的时候呢 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要我做一个报告 英文堂的姊妹 请我做一个报告 今天下午有很长的时间 今天下午有很长的时间 等一下要拍照 对吗 等一下要去四五分 就看个小的时间 等一下完之后 下午2点钟 他说 我们弟兄姊妹 可以聚在这个 Marshall Field 有一个草堂 就是 2点钟的时候呢 所以他和Marshall Field 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我们英文堂 那弟兄姊妹 会带我们大家 有一些活动